有黑的咖啡豆研磨后 用手工冲泡出融融的香气 从4月22号到4月30号 只要到基隆拍照打卡 就可以免费品尝到这杯冲绳限定的三五咖啡 这是基隆市政府与和平岛公园 和全市25家咖啡店合作推出 全国首创的咖啡城市活动 除了响应世界地球日环保观念外 也需要让大众更加认识 拥有悠久喝咖啡文化的基隆 喝咖啡是基隆人的日常之一 其实大家在基隆的大街小巷 甚至是在点阿咖 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喝着咖啡 所以对于基隆人来说 喝咖啡就是生活日常的一部分 其实在基隆有非常多特色的咖啡厅 这一次也是业者大家自己发想 觉得在世界地球日的这一天 我们用一个永续的概念 来行销在地的咖啡文化 所以我们跟和平岛公园来做一个合作 大家知道和平岛其实跟冲绳呢 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历史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以冲绳的这个三五咖啡 一个珊瑚的这个 他们这个永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来引进这个三五咖啡 那由我们在地有25家的业者呢 店家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店家很有帮助啊 因为大家会被这个活动吸引过来 而且也知道这是个基隆永续的活动 基隆在以前海运很发达的时候 其实咖啡是很早就流传在基隆的 基隆的咖啡是到处都有的 只是以前都没有很宣传 惊喜品尝到免费的三五咖啡 消费者直呼好幸运 对啊 刚才老板跟我说 要不然要点一杯那个浅焙的美食 跟我说有一个活动 就是冲绳的咖啡都还蛮特别 有 有 很惊喜 因为我知道基隆本来就有很多咖啡店 对 所以可以到处走走顺便喝咖啡很好 然后所以有免费这样 对 还有免费的咖啡 然后再搭配好吃的蛋糕 所以非常不错 你们觉得这牙特别好吃 对啊 本来就很好喝了 免费的当然更好喝 基隆市政府方面表示 九天的活动期间 每家合作的店家 共提供限量35杯的三五咖啡 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把握机会 来基隆感受荣誉的城市咖啡香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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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